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在我国展开三天官访的 中国总理李强 今天出帽工部举办的 马中工商界午宴之后 已经在校午2点15分 飞回中国了 那李强访问马来西亚期间 全程接待的侍从部长陆兆福 他还接受八点自热报的访问时表示 这三天他自己可是获益良多啊 他亲身体验到中国 虽然是泱泱大国 但是作为总理的李强 待人接物上 却是一位非常谦卑的领袖 完全没有架子 让他学习到了不少的东西 他相信李强这次的到来 能够进一步开启两国 多方面的合作机会 必定会让马中两国的关系 越来越密切 那临别的时候 陆兆福他还特别给李强送上了 两只特质的碗留念 寓意马中两国人民生活稳稳荡荡 幸福圆满 同舟共济 国台民安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已经结束三天的访问回返中国 李强在上机前 向侍从部长陆兆福握手致谢 在登上飞机后 回身向欢送的五国官员挥手致意 陆兆福在接受八点最热报访问时表示 李强虽然是一个大国的领导人 但是完全没有架子 特别谦卑 让他从中学习了很多 今天刚刚结束了中国总理李强对马来西亚的访问 那么过去三天我陪同他在所有的行程 感觉他是一个非常随和的领导人 我们也很多的交流 两国官方的交流都很多 在这个过程我也学习不少 了解到中国领导人的一些看法 特别是李强总理本身 他非常谦卑 虽然中国是一个大国 但是他对于其他国家 都是有一个非常尊重的态度 除了夸赞李强谦卑 陆兆福表示 李强这次配合马中建交五十周年 对马来西亚的访问 让两国之间的关系更上一层楼 他相信大马和中国今后在不同领域 也会有更多更密切的合作 陆兆福也特别给李强送上了 一双特制饭碗作为纪念礼物 祝愿两国人民餐餐吃饱 风衣足食 国泰民安 我们希望马中友谊 可以继续让更多的来往能够落实 肯定对两国人民来说都是好事 那么刚才他上飞机之间 我也是有这个机会送他一个纪念饼 我送了Royal String Computer的 一双铁饭碗给他 那么恭祝两国人民风衣足食 国泰民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加工优独播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etzt赛